1月18日上午,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的相关负责人齐聚国新办新闻发布厅 介绍2019年春运形势和工作安排,并回答记者提问 2019年春运大幕即将于1月21日拉开,3月1日结束,为期40天 以往春运期间,人们大多数从城市返乡 近些年,春运却出现一种新的现象,返向春运 发布会上,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鑫表示 当前,中国铁路快速发展,八纵八横高铁网建设稳步推进 高铁城网优势越发凸显 旅客乘坐火车旅行的通达性、便利性有了很大提高 这几年,铁路春运客流连续四年增长9.1%左右 所谓的反向客流,就是传统的高峰反方向的客流 实际上我们统计了一下,也是同比例,每年9%左右增长 李文鑫表示,反向春运的趋势使得铁路运力运用更加充分 各方向客流将更加均衡 这个铁路部门对部分的非传统热门方向列车票价 我们采取票价打折优惠 我们最高的达到六五折 帮助更多的人团聚 我们也希望,也乐见,反向春运成为新趋势 这样的话,铁路运力运用的会更加充分 各方向客流将更加均衡 旅客出行将会更加畅通 春日期间,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.9亿人次 比上年增长0.6% 为保障两岸旅客的春节出行 两岸的民航主管部门日前核准了两岸航空公司春节加班季的申请 民航局表示,两岸航空公司还将根据市场需求继续调整加班计划 两岸的航空公司 两岸航空公司准备在2019年的1月22日到2月的19日期间 安排春节加班和包机 现在目前已经批复 两岸加班包机计划申请是1126班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 两岸航空公司还将根据市场的需求继续调整加班计划 我们民航将全力做好两岸航班的保障服务公所 确保广大台胞顺利返乡过年